中文童话 最小的公主和王子 家长知道本篇部分内容可能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 从前有一位国王和他的八个孩子 四个英俊的王子和四个美丽的公主 国王为他们感到骄傲 但想让他们结婚 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孩子结婚 他想了一会儿 然后看着自己的手 哦 哦 这是什么 父亲 怎么了 哦 我亲爱的亲爱的女儿 我该怎么办 公主被弄糊涂了 啊 来吧 我们走吧 我有事要告诉你们 亲爱的 看起来我好像得了重病 什么 哦 不 呃 医生有没有 所以我决定让你们都结婚 因为我 我为你们的未来担心 我不希望你们都 呃 独自一人 王子和公主们都惊恐地面面相去 他们绝对不想结婚 最小的两个孩子 所以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做 就这样 王子和公主们接受了他们的命运 最后 国王来见朱莉亚和罗伯特 国王还没来得及开口 朱莉亚就开始说话了 父亲 罗伯特和我谁也不想结婚 我们想自己选择办理 但是我亲爱的 你们两个太年轻了 别担心 父亲什么都知道 是的 但是我们还是想出去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 这是我们的生活 是的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想和谁在一起度过 对吗 对不起 父亲 但 但 我们会自己去寻找我们自己的伴侣 嗯 你们根本不在乎我是吧 我感觉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啊 我不认为那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父亲 不 好吧 如你所愿 但是当生活对你来说太简单的时候 不要哭着回来找我 啊 你才会是那个哭的人 于是他们离开了宫殿 国王有点担心 哦 我可怜的孩子们 他们能干什么 我希望在他们回来之前我还活着 不久 他们俩去了另一个王国 四处打听想找份工作 但没有成功 在徘徊和尝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家客栈 原谅我 我是个旅行医生 有我们能做的工作吗 我为什么需要医生 走开 我不需要你 拜托 我不只是个医生 我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比如 哦 你会做饭吗 我这里的确需要一个厨师 厨师 是的 我会做饭 我会做饭 打扫厨房 什么都行 那好吧 我想你会做的 我哥哥呢 如果他不在这里工作 我也不 哦 好吧 我想我们会给他找个地方的 朱利亚工作很努力 旅馆老板注意到罗伯特很能干 就给了他一个经理的工作 有一天 他们碰巧听到一段关于安德鲁王子的对话 他病了很长时间 他身上好像找了很多奇怪的街子 但没人能治好他 朱利亚听到这话转向罗伯特 罗伯特 听 我听说炼树的叶子可以治好王子的病 太好了 我们今天去摘树叶吧 我知道它们在哪里成长 它们走到树下摘下了一些叶子 它们把叶子带回家 朱利亚把叶子压碎 放在水里煮 我们必须把这个带给王子 但怎样做呢 要把这个带给他 我可以伪装成一个信使 这样他就认不出我了 于是 第二天 朱利亚拿着硬炼液的水 去了王子的宫殿 他告诉安德鲁所有关于药水的事 以及药水将如何治愈他 你凭什么认为这个能起作用 以前有很多人尝试过 但都失败了 好吧 我可以向你保证 其中有一片叶子是很特别的 很好 但如果它不起作用 那么你将受到惩罚 那天晚些时候 安德鲁在胳膊上擦了点药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茄子少了 有些甚至已经消失了 哇哦 这确实有效 我最好再要一些 这些天来 朱利亚开始拜访王子 给他药水 最后 安德鲁痊愈了 你做到了 你的药太神奇了 那真是太棒了 殿下 我真为你高兴 安德鲁很震惊 你 你听起来像个女孩 你是谁 朱利亚 朱利亚被识破了 她知道这一点 她脱下了伪装 王子 王子惊讨地发现 她的医生是个女人 朱利亚把她和罗伯特的事 都告诉了她 我来这里是为了 找到一个我可以爱的人 你能爱上我吗 因为你确实很聪明 也很善良 事实上 这些天来 朱利亚也深深地爱上了安德鲁 她接受了她的求婚 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罗伯特 我太高兴了 我真为你高兴 朱利亚 我希望你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生活 第二天 罗伯特离开了她的妹妹 去寻找自己的公主 她旅行了很远 不久就来到了另一个王国 正当她不知如何是好时 她无意中听到一个人 在和她的朋友伤心的谈话 我对我的答案很有把握 猜测公主的三个爱好 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我失去了和她结婚的机会 哦 这看起来很有趣 让我去试试我的运气 于是 罗伯特打扮成一个帮主 公主潜入了宫殿 在那里 她看到了米歇尔公主 在做着她经常做的事 公主真的很漂亮 嗯 所以她喜欢画画 但公主很快发现有人在监视她 嗯 她在哪里 哦 你好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哦 因为我真的很欣赏你画的画 这让米歇尔非常开心 她很快就开始说话 并展示她所画的所有画 嗯 我知道一个答案了 还有两个 罗伯特紧紧地跟着米歇尔 一天 厨房里空无一人 她发现公主在偷偷地烤蛋糕 你好 公主在这下面干什么 哦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这里的帮主 你喜欢烤蛋糕吗 噓 是的 是的 我喜欢烤蛋糕 哈 那看起来有点好笑 你先吃一片水果蛋糕再说 罗伯特吃了一块 立刻就喜欢上了 现在不是那么好笑了吧 这个蛋糕太好吃了 米歇尔听到这个消息 笑得很开心 罗伯特也很高兴 她发现了她的第二个爱好 几天后 罗伯特坐在外面的花园里 米歇尔公主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女人 我想知道她最后一个爱好是什么 就在这时 她听到一个声音 看见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影偷偷地离开了 她一看 原来是米歇尔公主 这是公主 她要去哪里 当她偷偷穿过村庄和拥挤的道路时 她一直跟着她 哦 哦 她要去哪里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一条黑暗的小巷 王子藏了起来 拿着这个 女士 这碗汤能帮你 哦 谢谢你亲爱的 你给我带了什么 我为你准备了这件温暖的外套 罗伯特怀着钦佩的心情看着这一切 公主四处走动 看望和帮助了许多穷人和有需要的人 知道了公主的三个爱好后 她很快就回到了安德鲁的王国 她向安德鲁要了一套皇家礼服和一些礼物 准备向公主求婚 哦 好吧 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罗伯特王子很快就回到了米歇尔的王国 当她遇见公主时 公主完全认不出她了 我是来试试你所提出的任务的 啊 祝你好运 罗伯特王子只是笑了笑 然后开始回答 你的第一个爱好是绘画 嗯 正确 但这是一个普遍的爱好 试试第二个 是 烘焙吗 在厨房里当没有人在那里的时候 怎么 我 我是说 啊 是的 是的 但是 但是你不会猜对最后一个 真的吗 那会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喜欢偷偷地溜到街道上 帮助王国里那些有需要的人 公主很震惊 因为三个答案都是正确的 好的 我能牵着你的手向你求婚吗 我真的很想娶你 你的心就像你烤的蛋糕一样美好 公主突然意识到罗伯特是谁 她对她的行为方式感到很惊讶 也很高兴 因为她知道她很聪明 有趣 有爱心 第二天 她和米歇尔结婚了 婚礼后不久 罗伯特和朱利亚各自带着自己的另一半 去拜见国王 国王很惊讶 也很高兴她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伴侣 父亲 你看起来好多了 国王解释说她的病并不严重 医生已经把她完全治好了 哦 我只是反应过度了一点 但我很高兴 你们回来了 而且很幸福 我最小的宝贝们 我真为你们骄傲 你们找到了真爱 哦 真会演戏 你是说国王吗 哈哈哈哈 于是 奥托国王意识到 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孩子们 是非常错误的 一个人必须始终允许孩子们 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做某些事情